就一直拖着拖着拖着不给我退 我又问他为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们公司把我拉黑名单了 然后正月初六的时候 我在这个荷兰中共实业业公司 找了他们的业务员 办理了一个出国劳务工作 他们跟我说的最低工资一个月 也能拿个一万两三千块钱 跟我说了之后就让我交钱 交了七千块钱 加一百块钱的报名费 一共是七千一百块钱 因为我在商务部官网里面 查了他们是属于有资质的 劳务派钱公司 所以就是对于他们是比较放心的 就直接把钱赚给他们了 南洋市的许先生 本想着出国多赚点钱 可是没想到的是 给河南中工实业有限公司 交了七千多块钱以后 对方曾经的承诺兑现不了了 到了要签合同的时候 他们给我拿到合同上面 就变成了四百亿天 然后你不干就没有钱 根本就不是他当时跟我说的 保的一万二 还没有出去就已经 就是说合同上面就已经出问题 对不上了 我怕出去之后 就怕再被骗 再被割一刀 所以就不敢再去了 就一直拖着拖着拖着不给我退 我又问他为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们公司把我拉黑名单了 承诺不对线 想退钱被拉黑 事情真如许先生所说的吗 随后 记者来到了河南中工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这位工作人员说被拉黑的原由是许先生不通过他们公司出国务工了 并非代表公司不退钱 对此 许先生却并不认同 你看看他前面 哪有公司说退钱退一个多月不给退 没说不退 这个钱从来没说 我们退而是不会说不退 这个钱 关于退北时间有问题 那我是今天第一次当然知道 这个退北的话 我们公司肯定有个流程 上上下下几前个人 先出国来 流程流程了一个多月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 流程的话 就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那不管是因为没提到是来的还是怎样的 咱扎是扎吧 把钱今天下午5点半 今天财务账你都行了 你可以在这等等 或者我们在外面等 5点半 你收不到账 你可以到公司 这我都行 许先生告诉记者 当天下午4点40分 他已收到了河南中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给他退还的7000元中介费 那我们下午4点半